我求婚成功的那天 女友的初恋回国了 接风宴上真心话大冒险 她和她稳在一起 我提了分手 她却不以为意 只是个玩笑 纪博打 你别玩不起啊 后来 我和她小姑姑在一起的消息传遍了圈子 她却哭着求我 纪博打 你别惩罚我了 我错了 我从来不在这方面开玩笑 还有 以后要喊我姑父了 今天女朋友同学聚会 晚上突然变天 我结束加班来给她送件万一 走到包厢门口 我就听到里面起哄的笑闹声 夹杂着轻挑兴奋的口哨声 直一眼 我再也迈不动脚步 门未关 我看到我的女朋友柳如烟 正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里 激情的热闻 她微微闭着眼睛 眉间微颤 那是兴奋动情的标志 心里某一部分 突然就碎掉了 起哄的人看到了我 声音戛然而止 接吻的两人寻即分开 似是有些难舍难分的样子 柳如烟抬头看到我 布满红韵的脸颊瞬间惨白 和她接吻的男人是伊藤诚 她的前男友 今天她说要参加同学聚会 她一向喜欢人多热闹的场合 却从没告诉我 她的初恋回来了 一瞬间 我血液上涌 本能的就奔了过去 直到拳头砸在了伊藤诚的脸上 她的嘴角渗出鲜血 大家才反应过来 所有人慌忙的把我拉开 都说他们只是在玩游戏 但我别误会 毕竟这里有很多人 知道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也知道 柳如烟和她的过往 没有一个男人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保持理智 我不是圣人 我几乎癫狂 这时柳如烟一把推开了我 挡在了伊藤诚面前 你是不是疯了 鸡博打 我们只是玩游戏 这一瞬 我愣在当场 别人怎么说我都不太在乎 可柳如烟的态度 耐厌恶的表情 让我觉得我一丝不挂地 站在众人面前 砸碎了我最后一点自尊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两年 就在几个小时前 我刚和柳如烟求婚 现在还能看到她手上 带着我送给她的钻戒 难怪今天这日子 她也一定要出门参加聚会 难怪我给她带钻戒时 她还在看手机 我知道她爱玩 但连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吗 伊藤诚从始至终 一句话也没说 看着眼前护着她的柳如烟 我不想再说一句话 转身离开 柳如烟也没有追上来 我到家后不久 柳如烟也回了家 她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纪博达 你今天这样特别不理智 不绅士 一个游戏而已 你至于吗 她话没说完 就被我打断了 我第一次和柳如烟冷脸 你和别的男人接吻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 和别的女人接吻 柳如烟听完 眼底运怒 大吼着说我无理取闹 柳如烟说我一个大男人 心胸狭隘 我没有辩解 她越说越气 最后摔门离开 我想大概是我把柳如烟惯坏了 每次只要她不开心 我都会第一时间道歉 买礼物 哄她开心 所有的纪念日 节日 生日 我都会给她准备惊喜 从来没有反驳过她 可这并不是她可以背叛我的理由 柳如烟长相明艳 走到哪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她喜欢喝酒 喜欢去夜店 喜欢和朋友聚会 这些我都知道 也都理解 我们在一起后 我并没有要求她为我改变 我想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是互相理解尊重 一味的委屈改变 只会适得其反 我一直觉得我们是相爱的 直到她在我面前维护一腾城 我坐在阳台喝酒 希望能带来一丝困意 却收到了柳如烟的微信 打开一看 是几张照片 看到照片的那一瞬 我整个人像是掉进了冰窟 背景一看就知道是在酒店 柳如烟安静地睡着 虽然盖着背 但脖梗上的吻痕格外刺眼 床边散落的内衣 很熟悉 是我买给她的 我在阳台坐到了天明 眼睛酸涩 整个人仿佛都麻木了 直到中午 柳如烟才回家 你昨晚去哪了 我抬眼看她 她眼底的惊慌一晃而过 我去闺蜜家了 一晚上 你连个电话都没给我打 你根本不关心我 既不打 你就是不爱我了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说完 我回了房间 太累了 我只想好好睡一觉 柳如烟不以为意 觉得我只是因为 看到她和一腾城接吻而生气 大吼着让我别后悔 然后砰的一声 关门 离开了 这几天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 电话静音 不与外界联系 只想一个人静静 直到齐宋拿着备用钥匙 打开了我家的大门 看着我胡子拉茶的模样 她才吐出一口气 放下心 齐宋是我发小 也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一起又创业 我告诉她 我和柳如烟分手了 她竟没有半分意外 我早就觉得你们不合适 她就是一个爱玩的大小姐 怎么能好好和你在一起 她也不客气 让我赶紧去洗澡 说是晚上有个应酬 需要我一起去 我刚试炼 你好歹给我时间缓缓 滚吧你 这两天你没去上班 老子差点累死 腿几天就行了 赶紧给我打起精神来 是啊 还有一帮人等着我发工资呢 我哪有空在这儿伤春悲秋 我没想到 晚上的客户里竟然有柳如曼 柳如烟的小姑姑 我看向齐宋 她一脸无辜 怎么了 就算你分手了 该做的生意也得继续啊 其实我和柳如烟能在一起 是因为柳如曼 我们是校友 关系不错 两年前 柳如曼生日 邀请了很多人 我和齐宋也在其中 那次泳池趴 柳如烟不知道怎么不小心掉进了泳池 看着她往下沉 我发现她不会游泳 我没多想便跟着跳了进去 把柳如烟救了上来 就这样 我和柳如烟认识了 然后她开始追求我 这么一个明媚可爱的女孩儿 任谁都无法拒绝 顺理成章的我们在一起了 柳如曼知道后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和我再也没了联系 今天碰见 着实令我意外 吃完饭 送走了其他人 就剩下我和齐宋 还有柳如曼 柳如曼 我还有事先走了 纪伯达喝了酒 辛苦你送一下她 然后在我耳边低语 哥们真心觉得柳如曼 比柳如烟强一万倍 都是单身 你加油啊 剩下我和柳如曼两个人 我觉得有些尴尬 没想到 柳如曼丝毫不矫情 直接问我住哪 我一个大男人在扭念 也太丢人了 我说了地址 从这之后 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我和柳如曼 几乎天天在一个办公室 对方按 忙了就让助理点外卖 他工作起来雷厉风行 很让人佩服 终于忙完 一切不入正轨 我们也能歇歇了 不请我吃顿饭 柳如曼笑着问我 结果也不知道 是过节还是怎么着 选了几家餐厅 都要排好久的队 有这功夫 我都做出来撕菜一趟了 我看着队伍笑着说道 要不然这顿饭就辛苦你一下 柳如曼开口 随即可能是觉得有些不妥 连忙改口 我开玩笑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带着柳如曼去超市买了食材 直到饭菜摆在桌上 我才觉得有些不真实 餐边柜由我收藏的红酒 柳如曼选了一瓶 我们边吃边聊 从大学聊到工作 再到生活 柳如曼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 不过因为他想回国发展 而男友却想留在国外 最后分手 我和柳如言分手了 我知道 看来齐松娜的大嘴巴 什么都告诉他了 其实 两年前我生日宴那天 我是想和你表白的 只是没想到 一出门就看到你和柳如言 现在想来 其实一切都有技可循 大学时 我的每场篮球赛 柳如曼都会去 每次去图书馆 都会偶遇柳如曼 当时还以为是巧合 只不过我没多想 柳如曼特别优秀 追求他的人数不胜数 他拿出钱包 在家层 我看到了我和他的合影 那是大学毕业时 我和他还有其他同学 一起拍的合影 只是没想到 他把其他人都裁掉了 平日里能言善变的我 竟有些词穷 紧张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柳如曼却笑了起来 像冬日暖阳 被吓到了 这些话我早就想告诉你 只不过以前 碍于你和柳如曼的关系 现在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反正大家都是单身 不如我们试试看 后来不知道是谁主动 我们吻在了一起 等第二天我醒过来时 发现身边 早已没了柳如曼的身影 我心下一沉 走出卧室 才看到在厨房忙碌的柳如曼 空荡荡的心 仿佛被什么东西塞满了 他回头冲我笑着道 是不是饿了 马上就可以吃早餐了 那种契合 仿佛我们已经在一起很多年 当晚 我和柳如曼正式表白 希望他能给我一个 照顾他的机会 柳如曼很感动 答应了我 把这个消息告诉齐宋时 他比我这个当事人还激动 说我这次做出的决定 将会是我此生最正确的决定 可我没想到 柳如焉会来找我 柳如曼加班 我正准备去接他下班 就听到门外密码所的提示音 密码错误 密码错误 我走近 听到柳如焉的声音 急躁不安 密码怎么一直不对啊 我把门打开 柳如焉没想到我在家 吓了一跳 随即又像往常那样抱怨 我为什么换密码 他想进门 却被我横在门框上的手臂拦住了 他明显一正 抬起头有些茫然的看着我 纪博答 你什么意思 这是我家 应该是我问你 你什么意思 我有些无奈 柳如焉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瞬间炸毛 你没完了是不是 这么多天 你连个电话都没打给我 现在我自己回来了 给你台阶拧不下 我都被他气笑了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不想和他过多纠缠 我还得去接柳如曼 柳如焉大概是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眼圈瞬间红了 随即他看到玄关处的高跟鞋 那是柳如曼的鞋 他一下子崩溃大吼 这是谁的 你家里为什么有女人的鞋 我耐着性子提醒他小点声 别影响到邻居 他却不依不饶 哭了起来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说完 我关上了门 他眼中的光瞬间灭了 大概到这一刻 他才相信我是真的和他分手了 大概半小时 我开门发现柳如焉已经离开了 我才出门去接柳如曼 我本不想告诉柳如曼这件事 我不想让他心烦 但也得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没想到柳如曼却不在意的笑笑 和你在一起的那一刻 我就做好了面对柳如焉的准备 更何况我从不亏欠他什么 当晚 为了避免不碰到柳如焉 我们回了柳如曼家 我决定做点清淡的饭菜 做饭时 他一直在我身边转 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帮忙 一会儿帮我擦擦汗 一会儿喂我喝水 一会儿说要帮我洗菜 我看着他忙碌的样子只觉得可爱 我越发想对他更好一点 我心里有个主意 万万没想到 柳如焉知道我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更不死心了 他在家里堵不到我 就找来了公司 坐在我办公室不肯离开 说他不同意分手 要我再提醒你一次吗 你和你的初恋接吻 被我抓了个现行 所以我们彻底分手了 现在我有女朋友了 我们好聚好散 不行吗 我已经没了耐心 要不是担心柳如曼之后 在家里为难 我可能要翻脸了 最后我没办法 和公司前台说了 禁止柳如焉入内 下周一是柳如曼的生日 也是我准备和他求婚的日子 在这之前 我去拜访了柳如曼的父母 和他们说了 我想和柳如曼求婚 两位老人和爱可亲 对我也表示很满意 临走时 柳母握着我的手 这么多年 兜兜转转 都是缘分 我想柳母大概也知道 柳如曼之前喜欢过我的事 柳如曼生日这天 还是在他父母家 举办了生日宴会 只不过这次是我来布置 现场布满了他喜欢的郁金香 我准备好了钻戒 心里想说的话 却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我开始紧张 李刚创业时 谈判还要紧张 柳如曼身穿白色旗袍 走在人群中 笑着接受大家的祝福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以为只是庆祝生日 这时我拿着话筒 走到大屏幕前 人群哗然 柳如曼回头才看到我 他和我并肩站立 而我却因紧张 握住他的手有些微凉 我说出了心里 一直想说的话 柳如曼从吃惊到激动 最后眼中含泪 我单膝跪地 拿出戒指 慢慢 你愿意嫁给我吗 人群中好多人 拿出手机拍照 录像 他们起哄叫好 嫁给他 嫁给他 柳如曼含泪点头 哽咽着开口 我愿意 纪伯答 我愿意 我们相拥在一起 再也没有什么 能让我们分开 柳如曼去换衣服了 我正坐在凉亭等他 求婚声势浩大 加上都在一个圈子里 柳如烟很快知道了消息 不到一个小时 柳如烟就找了过来 我看到柳如烟双眼红肿 妆都枯花了 纪伯答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柳如烟再也没有了 往日的趾高气扬 他像是被人遗弃的小动物 虽然穿着高定 但却狼狈不堪 你别离开我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好好的 求你了 说到最后 他声音哽咽着 只能发出呜呜声 既然你来了 你就应该知道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他哭着求我 纪伯答 你别惩罚我了 我错了 我从来不在这方面开玩笑 还有 以后要喊我姑父了 柳如烟跌坐在地 不死心地抓住我的裤腿 让我别离开他 这时 柳如曼换好衣服走了出来 柳如烟看到柳如曼的那一刻 眼底的恨意再也藏不住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和我抢计拨打 你已经走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 他嘶哑着嗓子质问柳如曼 柳如曼声音也有些颤抖 柳如烟 到底是谁抢谁的 你我心知肚明 柳如烟太激动 我担心他会伤害到柳如曼 我揽住柳如曼的肩 待他离开 身后的柳如烟还在乌液着 我不想让柳如曼情绪受影响 便没再提起这件事 但我心里隐隐有了猜想 当天朋友们玩到下午 晚上我和柳如曼 又陪着陆府柳母一起吃饭 最后便住在了这里 我还是第一次 进少女时期的柳如曼的房间 这里面记录的都是柳如曼的青春 我们起看了他的相册 从小小的糯米团子 长成如今的窑窕模样 他喜欢看书 书架上摆满了他喜欢的书籍 最后我在书架上 看到了我的英语词典 我满脸震惊 忍不住拿下来 翻看了起来 之所以能一眼认出 是因为当时这本词典的封面破损 我用自己三脚猫的画工 画了一个防板封面 我仔细回想 好像后来是借给了柳如曼 不过没想到他还留着 我随意翻开一页 却没想到里面写满了字 不 那不是普通的文字 那是少女心事 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我找到了唯一 没错 就是这本词典的主人了 我继续翻看着 兴奋 激动 我要做一件特别特别勇敢的事 好紧张 兴奋到失眠 我有些不忍心的翻到了放弃 我要放弃吗 我要放弃了 自己有被水渍熨染的痕迹 我的心不由的疼了一下 你都看到了 柳如曼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毫不犹豫的抱住了柳如曼 在他哽咽的讲述中 我才知道一切 大学时 他便喜欢我 但他故意出现在我面前好多次 我都无动于衷 我表示冤枉 我那时候一心只知道打球 打游戏 根本没想到会有一个 这么美好的姑娘喜欢我 他娇称着让我闭嘴 两年前 他准备和我表白 那天正好柳如曼也在他家 看到了这本词典 知道了柳如曼对我的喜欢 也知道柳如曼准备和我表白 他给柳如曼出主意说 最好生日当天再表白 那样成功率会大 毕竟谁也不忍心拒绝一个兽型啊 柳如曼单纯并没有想那么多 只觉得柳如曼说的有道理 可没想到 那天不会游泳的柳如曼落水 碰巧周围只有我 我眼底一片愧意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好好对柳如曼 半个月后 我和柳如曼决定去海岛旅行 我们刚到机场 柳如曼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是柳如曼的爸妈打来的 柳如曼出车祸了 柳如曼的爸妈说 她是想去机场见我 所以才出了车祸 希望我们能去医院看看她 那毕竟是柳如曼的亲人 她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放弃了旅行 赶到了医院 柳如曼身上多处包扎 一直不肯吃饭也不吃药 完全不配合医生检查 但嘴里却一直哭喊着疼 直到看到我的那一刻 她才安静下来 柳如曼的妈妈看到我 仿佛看到了救星 一把推开了柳如曼 抓住我的衣袖 不肯松手 纪伯答 算是阿姨求你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你当发发善心 没等她说完 我便打断了她的话 阿姨 我之所以来医院 是因为柳如曼作为柳如曼的亲人 她不放心柳如曼 我才陪她一起来的 我和柳如曼已经分手了 柳如曼的妈妈连忙改口 是 是 我们知道 我们只是想让你劝劝如曼 她这不好好吃药 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说完又哭了起来 纪伯答 你来了 你还是不放心我的对不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打扰 你和小姑姑的旅行计划 我只是想去送送你们 柳如曼说着说着 眼泪便落了下来 说实话 柳如曼没这样低声下气的说过话 至少在一起两年 我是没见过的 你好好治疗 希望你早日康复 就算是为了你爸妈 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些什么 毕竟在我心里 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该和死了一样 我走出病房 没看到柳如曼 听到楼梯拐角处有声音 我便走了过去 就听到柳如曼她妈的声音 慢慢 你和如曼从小一起长大 你作为长辈 你怎么能和她抢男朋友呢 如曼是真心喜欢纪伯答的 你条件这么好 你完全可以选择更优秀的人 何必死抓着纪伯答不放 我完全没想到柳如曼她妈 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刚想出声制止 就听到柳如曼的声音 大嫂 两年前 柳如曼在明知道我喜欢纪伯答 并且决定要和她表白时 故意掉进泳池 然后抢在我前面和纪伯答表白 她当时哭着求我原谅她 她和纪伯答在一起后 我选择出国 并且没有再和纪伯答联系 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吗 两年时间 是她自己没有珍惜纪伯答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 说是我抢走了纪伯答 柳如曼她妈也没有了之前的好脾气 要不是你回国 他们怎么会彻底分手 纪伯答一直对如曼那么好 柳如曼没有再理会她 直接下了楼 我和柳如曼同居了 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自己心爱的人 是件极其幸福的事 我们计划着50岁就退休 全国各地去旅行 我们一起畅想未来 商量着婚后要几个孩子 为了省心 我把之前的房子卖掉了 换了一个住处 这样能省去不少麻烦 柳如曼出院了 她找到我 说有话想和我说 约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见面 我没想到柳如曼找我是为了和我道歉 她说自己之前的种种行为 一定给我和柳如曼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她不好意思和柳如曼道歉 所以只能找到我 她说自己马上就要出国了 还祝福我和柳如曼 刚分开 我就接到柳如曼的电话 她有个项目要出差 我抱怨她就知道工作 她笑我一个大男人像个怨妇 她说本想订明早的机票 但是助理给订错了机票 她想着提前去也能好好休息一下 我要送她 她说直接从公司出发 明晚就回来了 我只好独守空房 刚晚 下了暴雨 我收到柳如曼的信息 她让我去她家一趟 她说窗户好像没关 因为同居后 一直住在我新买的房子里 柳端日子没回她那了 我连忙起身去了她家 我检查了一圈 窗户都关得好好的 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 一回头 发现柳如烟在柳如曼架 柳如烟穿着轻薄的吊带睡裙 死死地抱住我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推开 她哭得梨花待雨 可我却没心情看她 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以后就再也见不到面了 纪博达 你最后抱抱我行吗 我一脸诧异 你是不是疯了 我是你小姑姑的未婚夫 她不由分数地扑上来 亲吻我 被我一把推开 我转身要走 她又从背后死死地抱住我 我从未想过 她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你别离开我 求你了 最后一次 再要我最后一次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猛地甩开她 一字一句 不可能 也希望你趁早离开柳如曼的家 我觉得太恐怖了 看来柳如曼回来 我得和她商量一下 这房子也得卖掉了 我到家刚洗完走 就接到了柳如曼爸妈的电话 说我刺激到了柳如曼 她现在要搁腕 让我赶紧过去一趟 柳如曼家就在柳如曼家旁边 隔了两栋楼 我本不想去 但他们说给柳如曼打电话打不通 没办法才找到的我 路上 我给柳如曼打电话 一直没人接 应该是刚下飞机 电话还静音吧 我心里想着 到了柳如曼家 看她那驾驶 就知道她不是真的要搁腕 但我该劝的也劝了 该说的也说了 柳如曼她爸还算理智 说麻烦我了 顺手给了我一杯水 我一晚上没吃没喝 还真是累了 喝过水 我准备离开 她爸说要送送我 可我没走两步 便头晕目眩 我心里已经重计了 我醒过来时 天泛着朦朦胧胧的光 我打开手机 五点了 我打开房门 就看到坐在外面的柳如曼爸妈 他们说我昨天可能是滴血糖了 所以晕倒了 便安排我在客房住了一晚 我没说一句话 禁止离开了柳如曼家 手机里没有柳如曼的消息 我很担心 打电话过去已经是关机 上午九点 柳如曼终于给我回了电话 我有事和你说 我有事和你说 我们两个一口同声道 最后我去机场接她 她做最近的航班回来 见到她后 我把昨天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从她给我发信息 让我去家里关窗 到今早 柳如曼眼底的怒意越发明显 她说她根本没给我发过什么信息 而且她收到了柳如曼的信息 里面都是我俩躺在一张床上的照片 我说昨晚喝了柳如曼她爸给我的水 我就晕倒了 我们都知道那水一定有问题 柳如曼找到柳如曼 说她怀孕了 是我的孩子 说我们从来就没断过 所以我才会在她出差的时候 忍不住去见她 我突然想起来 柳如曼好像的确比之前胖了一些 柳如曼的爸妈约柳如曼见面 柳如曼也去了 他们没想到 我会和柳如曼一起 柳如曼说自己怀孕四个月 一口咬定孩子就是我的 她爸妈也说 我一个大男人要勇于承担责任 那就等几个月吧 等孩子出生 去做亲子鉴定 我坦然开口 我不是傻子 我和柳如曼分手三个月 在此之前她每天忙着见初恋 我们早就没在一起了 而且 我已经抽血花咽 就等报告出来 就知道昨晚你们给我喝了什么 如果是不合法的东西 那你们就等着吧 我缓缓开口 柳如曼一家人的脸色像调色盘一样 难看至极 说完 我拉着柳如曼就走了 柳如曼面露不忍地问我是不是真的化验了 是不是真的打算报警 我强忍着笑意逗她 说必须报警 柳如曼支支呜呜半天 最后还是开口替他们求情 我这才告诉她 我没去化验 如果他们不再纠缠 我也没打算报警 她这才放心 我没想到柳如曼爸妈的脸皮那么厚 竟然去打扰柳如曼父母 两个老人都是讲道理的人 怒骂了他们一顿 还给我打电话道歉 说是没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我不想让老人为难 说一切都过去了 柳如曼又找到了我们 这次她直接跑到柳如曼的办公室 我正陪柳如曼吃午饭 她大概是真的知道错了 她说她怀孕了 是她前男友伊藤成的 她本打算和伊藤成在一起 凤子成婚也许也是件好事 可没想到 伊藤成根本没打算和她结婚 她找人一查 才发现伊藤成已经结婚了 妻子带着一岁的儿子在国外 她不甘心 去找伊藤成闹过好多次 可伊藤成从一开始的好言毫与哄着 到最后恶语相加 现在更是躲着不肯见她 她这三番五次的闹 也错过了最佳流产的时间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她月份有些大 而且因为她的体质问题 这次流产也许以后就无法生育了 她没有办法 这才想到了我 她觉得我是个好人 值得托付终身 但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 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 她还告诉柳如曼 那天晚上我晕倒后 她就拍了几张照片 什么都没做 柳如曼走后 柳如曼眼圈红了 我知道 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是有感情的 柳如曼现在这样 谁看了都不好受 柳如曼还是做了流产手术 毕竟一个生出来 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怎么能幸福呢 我和柳如曼去医院 看了柳如曼 她脸色惨白 十分憔悴 离开时 柳如曼看着有些阴沉的天 缓缓开口 起疯了 我想逗她开心 刘总 是想让哪家企业破产了吗 她郑重地看了看我 伊藤诚 柳如曼虽然和我在一起时 是个柔弱的小姑娘 但是在商场上 雷厉风行 是出了名的 我不忍心她那么辛苦 便主动承担起 搞垮伊藤诚的任务 伊藤诚是靠着老婆娘家起家 做电器行业 自己并没有什么背景 我找人查了她的账 就知道她有问题 她的公司就被查来查去 最后不堪一击 轻轻松松 伊藤诚就进去采缝刃机了 我和柳如曼准备结婚了 婚礼现场 还是布满了她最爱的郁金香 每个参加婚礼的人 都有一份伴手礼 里面都是柳如曼 亲自挑选的礼物 柳如曼穿着洁白的婚纱 宛如天使 结婚六年后 我们的儿子三岁了 柳如曼最近很忙 因为她扩展了业务 公司准备上市 我公司的业务 大部分都交给了齐颂 忙得她脚打后脑勺 加班时总是会给我来电话 骂我一通解解气 我笑着对她 谁让她单身呢 齐颂是我儿子的干爸 特别疼她 齐颂说自己要是一辈子 娶不到心爱的人 孤独中老 让我儿子给她养老 儿子养着一张 肉嘟嘟的小脸问她 干爸 那你死了 你的手机能给我吗 齐颂一脸无奈 笑得宠溺 亲了亲儿子 何指手机 房子何车都是你的 我和柳如曼强忍着 让自己别笑得太大声 柳如曼刚旅行回来 过来看我们 别儿子带了很多礼物 我把空间留给他们 抱着儿子出去溜弯 回家时 柳如曼已经离开了 柳如曼说柳如曼长大了 成熟了 我笑着说再不成熟就老了 柳如曼父母结婚纪念日时 我和柳如曼给他们办得很隆重 二老特别高兴 我还特意找了摄影师 选了婚纱礼服 给他们二老拍照 一开始他们还有些不好意思 在众人的起哄下 才同意换婚纱 柳如曼也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 男人嘴里不住的说着什么 柳如曼捂着耳朵跑了 大家在花园里聊天 柳如曼追问柳如曼 白天那个男人是谁 柳如曼说他叫许一周 两个人是在旅行时认识的 兴趣相投 成为了朋友 本来好好的 可许一周却开始追求柳如曼 柳如曼说许一周是名医生 就在中心医院工作 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可他却说自己不想谈恋爱 正说着 那个叫许一周的男人又来了 柳如曼语气有些无奈 你怎么又回来了 许一周像是变魔术一样 从身后拿出一个袋子 这是本世最好吃的烤猪蹄 我买了很多 你和家人们尝尝 我 我不吃 你吃一口 不好吃 我是猪 你就是猪 我和柳如曼相识一笑 柳如曼能好起来 也是我们希望的 晚上 我抱着儿子和柳如曼牵着手散步 月色很美 我忍不住亲了柳如曼一下 有你在身边真好 柳如曼一脸温柔 和你在一起 就算是世界末日 我也不怕 我们说了很多 最后柳如曼说等死后一定要合葬 我说要不要定一个心情的目的 他笑着说好像没有这个形状 这时 儿子起身 皱着小眉头 爸爸妈妈等你们死了 手机能给我吗 我和柳如曼忍不住大笑出声 看来偶尔也得让儿子 看看手机了 全文完 全文完